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五題的說法 有一個正式面體 ABC 珠 那 A 點的坐標是 000 點 原點 B 點 2 點 C 點 E 更 R 30 那珠點是 ABC 然後告訴我們珠點在第一掛線 那這什麼叫第一掛線 我們知道有前平面坐標的話 平面直角坐標 這叫第一項線 這叫第二項線 第三 第四項線 那在我們的立體的空間裡面 我們的坐標平面上也是一樣 它也有分 那第一掛線在哪裡 第一掛線就是通通是正的 就是像這個一樣 第一項線它都是正的 所以在這一塊區域的 在 X 正向 Y 正向 D 正向的這一塊區域 所以這個會把這個平面分成 這樣切上去 要再切總共切 有八個空間 那上面這個通通正的叫做 D 下 D 掛線 所以 D 掛線就代表說 這個 ABC 都是正的 所以你等一下算出來如果負的 把它負的去掉 好 接下來說四面體的體積叫做 V 那麼 則問你說現在哪些是對的 A 整數對嗎 B 等於多少 C 等於多少 ABC 相乘是不是整數 它的體積是多少 好 這樣子 來 那這題目怎麼做呢 第一個它給你三個點 三個點都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 ABC 它是正四面體的話 任何一面都是正三角形 任何一面都是正三角形 我畫得不好 就是說 原本是正三角形 但是我們在立體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它稍微畫斜點 好 然後這個珠點就要把它畫起來 這樣看起來比較像一點 A B C 柱 那 ABC 已經給你了 那你其實有 A 跟 B 其實一下子就知道 這個邊長是2 那它是正四面體 表示每一個面都是正三角形 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邊長都是2 那特別是這個不知道的 珠 A 珠 B 珠 C 也有可能也2 好 所以你珠 A 那珠是什麼 就是 ABC 珠 A 就是 A 減0的平方 加 B 減0的平方 加 C 減0的平方 然後開根號就是這個 那要等於2 就等於2 你把它的平方以後 就沒有根號了 那會得到這個要等於4 同樣道理 珠 B 就是 A 減2的平方 B 減0的平方 C 減0的平方 所以這個開根號要等於2 那把根號去掉 這個把它展開 就得到這個四值 好 那珠 C 也是一樣 就是 A 減1的平方 B 減3的平方 C 減0的平方 好 然後加起來開根號 好 2 兩邊平方 這把它展開 好 會得到這個四值 那這三個四值 如果你把它相減1減2的話 那你會發現 A 平方都一樣 消掉 B 平方消掉 C 平方都消掉 4也消掉了 所以它就會剩下這個減掉負4A 減負4 那就變加了 加4A 然後再減4 所以其他都消掉了 沒有消掉 所以 4A 減4要等於1 所以 A 就算掉了 1 所以 A 等於1 S 則數 所以 A 是對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B 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把 E 減第三四 1減第三四的話 A 平方也是消掉的 B 平方也是消掉 C 平方也是消掉的 然後呢 這個 4 也是消掉的 所以上面這三個都被消掉了 那它減掉它 -2A 減掉一個-2A -2A -2A 好 那再減1 然後再減掉一個-2√3B 那-2√3B 那-2√3 然後再減3 好 那這個等於0 其他都被消掉 欸 這寫錯了 這平方有4 這個4跟4有一樣 好 4跟4有一樣 好 所以你就會得到這個四值 那可是 A 等於1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2乘以1 2乘以1 好 那2乘以1 再減1 那就是正1 正1再減3就是減2 所以這樣把它移過去 2√3B就會等於2 這2跟2可以約掉變1 再把它出過來 B就等於1√3 好 所以 B等於3是錯的 應該是1√3才對 就是錯啦 那麼C 好 那要求C的話 你就把它代用D4 D4裡面 這A等於1 B等於1√3 那就會得到 A平方就是1 3分之1 再加C平方 要等於4 那這把它移過去 再把它減掉 這個是3分之12 減掉這個3分之4 等於3分之12 減掉3分之4 應該等於3分之8 對吧 3、4、12 這是3分之4 這是3分之8 那所以C就等於正負的 根號3分之8 那正負的根號3分之8 這個負的比較一 因為我們說它第一掛線 所以C要大A 再來租A、B、C A、B、C A、B、C 就會變成這些相乘 把A等於1帶進去 B是根號3分之1 好 C是根號3分之8 這帶進去應該是3分之 根號8 3分之根號8 它並不是整數 不錯了 再來看看它的體積 最後要求一個它的體積 那這個正四面體的體積要怎麼求呢 正四面體它是一個錐體 那錐體你可以用1 3分之1 底面積乘以高 所以你要先算這個底面積 底面積的話 這個B其實是1 3分之1 乘以底面積 再乘以高 那這個底面積是一個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它的面積怎麼算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做它的 終點連線就是高 終點連線就是高 那這個就是1 1然後這個就是根號3 然後2對不對 2比1比根號3 所以這是根號3 那這個面積就是底層高除以2 2乘以 2分之1比層高 那就是底面積 那它的高呢 高要怎麼算呢 高呢 應該是從這個珠點做下來 那做下來這個垂直線的高度 這個高度要怎麼求 那這個高度的求法 其實你可以這樣來看 就是說這是一個高度 當然跟這個底下要垂直 但是它是中心點 所以對下來應該是這 底下這個正三角形的重心 那重心的話 剛才說這個根號3 所以這一段其實只有根號3的3分之2 根號3的3分之2 那這一段是2 這個邊長還是2 所以2是斜邊直角 對邊是斜邊 然後這是根號3分之2 所以這個h我們就可以求出來 h呢 我先在這邊計算一下 這個h就等於根號的斜邊平方 斜掉另外一個平方的3分之2 根號3的平方 那麼就會等於根號的 這個是4 斜掉 這個是9分之4乘以3 所以這個約掉很錯 3分之4 那所以3分之12-4 3分之4等於3分之8 3分之8 好 所以這個h呢 是等於這個 根號的 根號的3分之8 好 根號3分之8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算一算 那你會發現 這個可以約掉 根號3 根號3約掉了 然後2跟2約掉了 所以答案就是等於多少 3分之根號8 就是3分之2根號2 3分之 這把它上下乘以根號3 變成3分之多少 2根號2再乘以根號3 就是等於3分之2根號6 3分之2根號6 抱歉這裡是對的